好 各位同學晚安 場景依然是在我台中的寶山裡面 今天要進行的單元是 軍債跟鍵盤軍事高手非常喜歡的 越戰小松的單元進了寶山 當然要把書拿出來透透氣 我不敢翻他了 因為真的1991年到現在 而且在Forbanning我是戴在身上 褲子側邊口袋裡面 休息的時間趕快拿出來翻 所以 已經不能再翻了已經很破了 我就應景一下 我待會朗讀我就不用這本書 我怕把它翻破了 而且裡面還有珍貴的作者的簽名 在這邊 所以我怕破壞了 這樣應景一下就好 那漢光演習也結束了 我是看不懂到底在演什麼 禮拜天上課的時候 GM 同學也在問我說 到底那個挖帳在搞什麼 我說我看不懂在幹嘛 老邱的大腦裡面裝的都是 洛曼蒂登陸的東西 他沒有島嶼作戰的概念 跟現在化戰爭的思維 完全沒有在胡錶想搞亂搞 但我也不想批評為什麼 我批評完了 大家只會認為我在 打擊國軍 畢竟我自己是國軍出來的 講不聽 我講也沒有用 那我的建議是全部打掉重練了 該洗洗睡回家了回家了 不要再搞一些 那種 時期時代的東西 讓 你不弄那些很好笑的東西 人家還不知道你這麼落後 你搞那個很好笑的東西出來 沒有錯 一般人看不懂 因為我們太久沒有經歷戰爭 而且我們的軍事從頭到尾都很弱 但我們這種歷經兩次波安戰爭的 我們看的真的是搖頭 你不認為 難道老邱你認為美軍 AIT的技術小組的人也好 美軍的人 印太司令部的人看了 不會覺得說你在耍猴戚嗎 可我懶得講 我看不懂你們在搞什麼 所以Bin同學 這一陣子傳來很多東西給我看 我不想在 YouTube上面另外再做小單元 原因是因為 現在 我們的國防 實在是很詭訣 被搞得亂七八糟的 那 老邱當然要去負所有的歷史責任 他躲不掉了 這樣子 這些有關癌的人 他躲不掉了 歷史會記上他不只一筆 會好幾筆 那 我們 Bin同學傳給我的有什麼廚餘太多了 這個就叫做浪費公堂 然後 再來就是兵役延長的 一年的問題 我在這邊大膽斷言 我們的國軍 再不進步 你弄兵役服役10年都沒有用 他還是 跟我們枉死的 五六四旅的這個四個月 的一男一樣 不該做的事情跑去亂做 人多了一年時間長了 又開始胡搞瞎搞亂搞亂出公差了 還是沒有用 對戰力來講 還是零 我們不懂什麼叫戰力 所以 即便 疫情延長一年 戰力會不會增長 我大膽斷言 你的 大腦沒有換 你的 現代化戰爭的思維沒有建立 我們只不過多了很多 免費的公差 到處亂 亂出公差而已吧 對戰力來講還是零吧 這樣子 那我講什麼東西都能大外宣 拍個照擺拍 唯獨國防 軍事國安這一塊你沒有辦法靠擺拍 做一個文宣騙過去 這樣子 那國防所牽涉到周邊的 產業非常多 軍備局中科院 一大堆外包廠商 這些都是 老共 跟一些不肖商人 甚至跟軍中的門神 跟軍中的這些 喜歡吃垮國防部的這些老學長 關係密切 我們的防腐防治機制是零 我不知道在幹嘛 我還是不要車比較好 這樣子 免得講的太真實太殘酷了 不好對大家都不好 我也不想去當壞人 算了 好 我們回到查理麥克比較 切實際一點了 所以我跟Bin同學只有在LINE上面 他傳一些東西給我 我回一回 這樣子 大家笑一笑 當個笑話看一看就算了 好 我們回到查理麥克 話說這一列 美軍的 補給車隊 要開很長一段的山路 跟郊區的一條運補路線 到 他們的目的地去做運補 那剛好負責 這個車隊維安的 是Ranger Company裡面的第2排 第4小隊 就是到海邊去玩 光的屁股游泳的 這個小隊 沿路上面 看起來風平浪靜 而且風景優美 水田裡面種田的農夫跟水牛 形成了一個 很 自然 讓人看了心曠神怡的一個悠閒的鄉下的一個景觀 進入到山區爬山了 上了一個陡峭的山路之後 會接連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我們有不祥的預感 因為我們前面一張作者已經透露 原來被攻擊的 地空整體作戰攻擊的越貢的這個 北越的這個營 已經跟另外一個部隊 整編之後 在這個U型的運補路線上面 準備做伏擊 車隊只要是一路中隊 一列中隊的這個車隊 到了這種地形 注意到伏擊選用的地形 一定是對敵最不利 對我最有利的 想必 是 避免不了會有一場 大災難 這樣子我們繼續往下看 他們開始往陡峭的 過了田之後呢 開始往山上走 那 這個附近的地形 Ranger Company屬於這種 敵後徵收部隊 相當熟悉 他們活動的區域就是在 地盡線 靠敵區以外 所以 對於Avans來講 屬於 班長 隊長這個層級的幹部 他對地形跟 做一些作戰的計劃 他需要對地形非常了解 所以一邊開他一邊在 內心做一個 圖上研究跟限定偵查的一個比對 然後呢 回想 他以前曾經執行任務的這個地形做一個比對 這個是非常專業的 一個 所謂的 排 排級 班排級的這個幹部 已經到了一個專業的程度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知道 美軍的專業度即便回到五六十年前 他的一個班長 的專業度都要遠高於我們現在的中將湯 我們現在的中將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搞什麼啦 很多中將湯都我同學啊 一些我從來沒聽過的全部 也不能講全部啦 很多是中將啦還有一些學弟 這樣子 我搞不清楚他們在幹嘛 那當然我不能去數落我同學啦 畢竟大家很有革命情感 那 我們同學裡面 呃大概留下來的少數的 優秀的都 呃很不錯的都沒有留下來 不只是58期 你往前面數從 51期 52期 53期 54期 55期 56期 57期 我印象中 帶過我 我有共識過比較優秀的早就退了 哈哈 留下來的都是比較差的 這樣子 那我如果有講錯的話 51期52期可能已經沒有了 現在53期大概就是白結龍在搞那個後備動員把以前那一套老東西拿過來玩的那個白結龍 他們那個53期的區別 一路往下我如果有講錯的話 跳出來看看讓我看看你是 什麼三頭六倍啦 我印象中沒有 沒有倒帶瓜清楚的 難怪會每一年漢光友一起搞一堆皮肉 這次又出現傷亡這種不必要的傷亡 老邱你要不要負責啊 你在那邊大聲疾呼 搞了一副啊 一男 四個月的要下基地到外島 為什麼一下基地到外島這些人就被搞死了 誰叫他到 戰車裡面去了 簡直是啊 軍紀換身到極點 老邱你沒有負責嗎 往沙溪也有你一份啊 你在幹陸軍事業都是你們裝甲搞的啦 你都用自己的你的自己人就這些貨色啊 專門謀財害命啊 謀財我是不知道啦 你那個噴那麼多不是在謀財啊 到處買一些 盡量做那種 五四兩旅 搞那種樣板的 Buffet 結果呢其他單位在那邊亂倒處 表示說 伙食有問題吧 你是在搞錢還是圖利 養豬戶啊 現在這些噴是不是要故意倒給養豬戶 去養豬啊 我是不知道啦 總之 以前我在當 副營長的時候 當連長的時候 我是站在噴桶旁邊看兵到多少處於 我自己站了 自己看了 看你們在這邊浪費 浪費國家糧食 我火沒有辦好 我防兵的問題 還是你們胃口不好 還是我量沒有抓好 我每天要站在那個噴桶旁邊看 結果老邱你是這樣浪費國家資源的 現在 通膨那麼嚴重 原物料那麼短缺 你很有錢啊 我懶得罵了 一講講講講太久 先回到我們的查理麥克 接下來是描寫景物 Avans想到他以前執行任務徵收任務的時候經過了這個 這樣類似的山一定會有蜿蜒的小溪 他印象中是這樣 那他現在往山上開在車子裡面他沒有辦法看到山谷下面的小溪 但他意象中開始用內心的思維想 有一個蜿蜒的小溪非常清澈 因為都是山泉水 Avans looked down the steep slope of the valley envisioning the small stream that he knew would be at its bottom meandering around grey brown rocks covered with soft green moss Evans在車裡面往上爬的時候就 往下看 往這個陡峭的坡 邊坡 這個山谷的邊坡往下看 然後呢去想像 印象中 有一條小溪 他知道的那條溪 會在這個山谷的最底下 他印象中 而且呢 蜿蜒著 沿著 灰色 棕色的石頭 流動 這些石頭呢 上面還附著的有 柔軟的綠色的青苔 這個景象是很美的 你在山裡面待 像我們 特種部隊時常待 中央山拜裡面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現在不行 現在去可能 可能要有醫護人員 隨時帶策 身手沒有那麼好 那 Rooze washed clean by countless rains would clean to the banks and reach for the gurgling clear water 除了有 灰棕色的石頭 覆蓋的青苔 在歪延的小溪 上面之外 他還看到 想像到 有 盤根 挫結的樹 那個長了一棵一棵樹柳的樹根 被 今年累月 無數的雨水 沖刷洗得乾乾 沖得乾乾淨淨 那個表面很乾淨 出淤泥而不染 這些樹根呢 盤根挫結的樹根呢 會緊抓住 附著 抓住 岸邊 而生長 然後呢 往外擴 沿著 根可以吸收到水分的話 就沿著這個 殘殘的清澈流水 往外擴延伸 根越長越長 這個景象確實是不錯 應該是 東南亞 像越南 泰國 遼國 這些地方 中南半島地區的 特有景觀 我們中央山脈也不錯啦 根據我以往 在特戰部隊的經驗 也不錯啦 那個景觀也很好 很累很苦 但是你吸到 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你甚至看到那個雲就在你旁邊 哈哈哈哈 這個我都碰過 海拔很高 He had filled His canteen Many times From such a strand 那他為什麼對這樣的 殘殘溪流 跟這樣的一個美景 盤根錯節的 樹 這樣的美景 非常熟悉 因為他時常出任務 沿著溪流走 然後呢 水壺要裝水 就是從這個清澈 沿著溪水裡面裝水 因為水很乾淨 不用另外再過濾 The truck made a sharp lap turn The truck made a sharp lap turn And the road became surprisingly flat The roar of the engine Immediately eased to a low-pitched wind 卡車呢 他做的那一輛 軍卡兩頓半 很快的一個 急轉彎向左轉 一個急轉彎 向左轉之後呢 道路就突然變成 異常的平坦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車子引擎的聲音 本來是 低檔 然後呢 大扭力的那個 引擎的聲音 突然 遇到頻路了就要 換高速檔了 稍微換高速檔 高速檔 可能從二檔要換三檔 因為到頻路了 扭力不需要那麼大 速度可以加快 所以換檔 引擎換檔之後呢 換到高速檔 中高速檔之後呢 就 聲音就沒有那麼大聲了 有點像原來 如果有人是開這種 本格派的越野車 你就知道有一些加力鄉 我以前不懂 我以前在美國買的那個jeep 就有那個加力檔 我沒事在頻路把那個加力檔打開 結果那個車子 都在抖 然後聲音大聲的不得了 可是速度快不起來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所有人都在看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 我把車搞壞了 所以引擎的這個 吼聲 低吼聲就 稍微 很快的 變成低鳴的聲音 表示說 不需要用那麼大的扭力 在爬山 Evans glanced up A soldier in the truck's head of the suddenly opened his mouth as he looked at something behind them Evans這時候 往頭才一抬起來 從 旁邊的窗外的美景 回過神來往前看 看到前面那一部卡車 後座的一個士兵 突然張開嘴巴好像要講什麼 然後呢 同時往 這部車後面好像看到什麼東西 好像開口要提醒 Evans那一部車的人 那個景象很奇怪 來得非常的突然 不尋常 Evans was about to turn when the sound of a thunderous explosion engulfed them Evans正在這個時候正要準備 喘過頭來的時候 就忽然聽到一個震耳欲濃的爆炸聲吞噬了他們 表示說 遇到 車子 已經 壓到 戰防雷 土製的戰防雷 引爆了 縱服了 爆炸了之後呢 一定有一部車壓到 遇霾的 這個 類似像地雷 我們前面看到 他們沒有制製的地雷 月公司用炮彈 155的流炮 炮彈 改造之後 變成的一個 戰防雷 壓到爆炸 the insuant shock wave shook the truck rottling the windshield and the windows 接踵而來的這個爆震 就直接 往卡車 這個地方 爆震 就 清洗了過來 然後呢 受到了這樣一個爆震的波及 Evans這部車的軍卡的 擋風玻璃跟窗戶就開始 強烈的搖動震動 那還好Evans這部車 不是被擊中的這部車是前面那部車 壓到地雷 他在後面保持一定的一個兼具還被這個爆震波及到 這樣子 那這個 系列有數的 不由分說 Evans 他一定是立刻救救戰鬥位置 Evans grabbed his car and was about to turn around again but his eyes caught movement on the ridge above them Evans這時候 反射性的抓起了 他的 car 15的短柄突擊步槍 已經上膛了之前 正準備轉身 再度轉身的時候呢 他的眼睛忽然 眼睛的余光看到 山頸上面 這個車隊的 上方的山頸上面好像有東西在動來動去的那個樣子 He yelled up Elmos Garnet Then he heard the second unmistakable sound of PRG-40 rockets swooshing through the air 這個時候他感覺不對了 就立刻對著Elmos 就是他身旁的架子講 Garnet 是說 對那個物體射擊 然後呢 才一講完 他就聽到 那一種聽起來 讓人 想作呕的那個聲音 為什麼會想作呕 你看很多的 這種 反裝甲武器涉及的那個聲音 你聽久了 你一聽到就感覺想吐 哈哈 確實這樣子 那同學去看那個 反裝甲武器涉及我在Fort Banning的時候射實彈 也是一樣 那旁邊 負責我的副射手是波斯尼亞 也就是科索沃戰爭前的前身 有波斯尼亞駐軍回來的 這個教官 在科索沃戰爭之前很久 可是我結束的時候是在 1999年 我那個時候是1991年 美軍已經有駐紮在波斯尼亞 他是波斯尼亞駐完 駐紮完回來的 一個 一個中士 他是我的副射手 他其實是教官 我也是射擊 我忘記我射擊什麼 84還是什麼 結果命中了 你確實會感到那種 咻 的那個感覺 這個聲音很熟悉 對Avans來講 那是反裝甲武器 二字的 RPG-40 的反裝甲火箭彈 這樣子 這個聲音 突然 被 傳了出來 一聽就知道 錯不了 這個就是 RPG-40 的反裝甲火箭彈 剛好就 從空中 飛了過來 那火箭彈是打戰車的 也可以拿來打 重型的 這些 輕裝甲的重型的 數據 也沒有問題 可以打 因為火箭彈 買廉價的 那前面那部車是 瞄準的目標 目標就是他前面那部車 所以前面那部車中 中了地雷之後 還沒完 聽到一個 RPG-40的反裝甲火箭彈 就往那部車 又飛了過去 那個火箭彈又飛過去 命中之後呢 整部車彈了起來 然後 向一個 向 側邊傾斜 歪歪扭扭的傾斜到右邊去 右邊在這邊 往這邊右邊 歪歪斜斜的 很 不自然的 傾倒 然後呢完了之後呢 爆炸了 我不能笑啊 這不是好事 就消失在一片火海 橘紅色的 烈焰跟暴震的火海當中爆炸了 接踵而來的就是爆炸完之後的碎片散射 有金屬的碎片有玻璃的碎片 然後形成了一個暴震的 氣旋 為什麼因為除了本身被命中的 車子會碎裂有本身的碎片 火箭彈本身也會 內部產生碎片 所以這個碎片就是用來殺張勇的 這個碎片 就向外四射 被打到的必死無疑 這樣子 The soldier in the back was thrown violently into sideboards then bounced back lifeless into the region fiery infernal 後面那個 前面那部車後座的那個士兵 立刻被猛烈的往旁邊的護欄 軍卡都有 橫條的木頭跟鐵 鐵桿做的護欄 就被猛烈的 往 如果往右倒應該是往左邊甩 砸到那個護欄再彈回來 就一動也不動 就 倒在那個地方了 接下來就是 立刻 爆炸之後呢 陷入了一個 烈焰的地獄般的一個 火焰當中 就起火燃燒了 躺在那個地方 就 在 火海當中 這個就是戰爭 二次大戰傳統戰爭的這種殘酷 所以 Ranger Company這種 升級百戰的 他們 真的是 已經變成直覺了 什麼東西要上膛 他 不相信安全 在安全的地方隨時都有危險 所以你看 這個Almos 即便在壓車 旁邊的Almos覺得沒有敵情 叫他休息休息睡個覺 他都要 很警覺的 把他的 短柄的突擊步槍 裝滿子彈夾上膛 手榴彈被變 這個就是Ranger Company 敵情狀態 沒有什麼是安全的 隨時你越覺得安全越危險 這樣子 給老邱共勉啦 老邱老是搞那些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是不是 真的去租很多錄影帶來看那種 二次大戰 洛曼地登陸的片子在那邊搞漢光演習 我們如果真的按照他這個想定錯誤 不可能發生的想定來 建軍備戰的話 大家一起死 所有想定根本就是錯了 胡說八道在演卡通 這樣子 老邱你如果覺得我講錯了我們來辯論 我們今天就講了一頁 或是你要派你的自己人來辯論 也可以啦 3秒鐘KO 信不信 只不過現在不干我的事 這樣子 我不要去浪費力氣浪費口水 大家又說我唱衰國軍 這樣子 好 我就 專心的講我的 月在小說就好了 這樣 那這次是 泡了一顆華達喉糖 然後用熱水 泡一泡 也蠻潤喉的 因為有時候太激動 卡壇就 影響到我的 同學聽也覺得怪怪的 所以昨天喝蜂蜜 今天喝華達喉糖 換一下 朗讀之前再秀一下正版 那這本書蠻厚的 所以我們慢慢講 也不急 講了蠻久的 但書確實是很厚 剛有幾月 有 400多頁 400多頁一點 所以 我們現在 可能只講了一半而已 慢慢來沒有關係 好我就開始朗讀一下 我們今天就大功告成 禮拜一晚上不要搞太累 大家上班回家休息一下 大家上班回家休息一下 我來講 什麼時候會說 我們會說 有時候會說 我們會說 The ensuing shockwave shook the truck, rattling the windshield and the windows. Evans grabbed his car and was about to turn around again, but his eyes caught movement on the ridge above them. He yelled at Almos,Gonna! Then he heard a sickening, unmistakable sound of PRG-40. Rockets swooshed through the air. The truck in front of them suddenly leaped up and tilted awkwardly to its right, before disappearing in red-orange blasts of metal, glass, and whirling, killing shlapnel. The soldier in the back was thrown violently into cyborgs, then bounced back, lifeless, into a raging fiery infernal. 好,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后面当然是很精彩的一个重浮之后, 后续的一个整个车队的状况, 我们下一次再来讲, 31分钟差不多,这个时间空中的很不错, 明天再回到心灵成长课程的Tuesdays Poochmory, 之后再回到越战的这个小说,非常不错。 感谢同学,结束前我们再把实体书拿出来秀一下, 翻一翻,表示说我对这种低空整体作战是非常了解的。 好,今天结束前讲一下我今天到底在家里面干嘛, 其实也没有干嘛,有睡午觉,归席大法, 然后吃了防疫餐,今天防疫餐其实也不错啦, 我吃的是手拉面, 加有一种酱料包,外面有卖, 这边凤康超市有卖是麻酱, 一包麻酱一个酱油调好的, 一包20块,你就煮这个干面, 把那个麻酱面的调理包放进去搅一搅, 切点葱花加一个水煮蛋就变成麻酱面, 其实很不错,然后煮了一个调理包的 海带芽的这种汤的调理包, 海带芽加一点打一颗蛋葱花, 然后放一点麻油丢一点葱花, 就变成麻酱面的配汤, 这样就很丰富, 这个是我的午晚餐的防疫餐, 晚上不怎么饿,我刚刚就把原本早餐要吃的 我买了两块蛋糕, 买了一种像吐司的这种蛋糕, 搭配牛奶, 锋利富顺畅, 顺畅高盖低脂奶粉, 当做我的比较晚一点的宵夜, 算是宵夜啦, 我这路之前才吃的, 今天过得蛮好的, 重点是我把家里面的又整理了一遍, 不必要的东西没有用到的东西, 清理又丢了两大袋出去, 哇觉得好清爽, 那种几年都没碰到的东西, 放在那边实在是看了矮眼, 好,那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同学晚安, 祝同学第一天礼拜天, 希望都能够平安, 不要收到外面疫情分分擾擾, 因为我今天看报纸新闻,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好像有宣布BA.5的这种变异株, 台北已经有群聚了, 今天是8月1号, 真快,8月的头一天, 就有群聚感染, 所以我为什么要大家平安, 就是不要因为疫情好像松懈了, 就口罩也随便了, 这很容易染疫了, 像我还是维持着三年来如一日, 维持着一贯的这种防疫餐防疫生活, 我没有任何的松懈, 所以也提醒同学像这种变异株的感染, 他每一次的变异可能造成的病情, 跟可能造成的你的后遗症, 都不会一样, 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一点会比较好啊, 身体健康最重要啦,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地方, 感谢同学晚安,明天再见